根據該兩名捷克山友的登山計畫書顯示 他們是從10月27號從月王亭入山去爬齊萊東銀縣 預計11月7號從松雪友離開 根據登山計畫書顯示 10月30號昨天應該在大理石營地 泰感處在齊萊東銀縣設計有三座避難小屋 分別是大理石、泰魯格大山、北安、磐石中峰等三座避難小屋 按照計畫應該可以在大理石山屋躲避風雨 但是山上通信不佳 目前泰感處透過許多管道 尚無法聯繫到該隊伍 泰感處自昨天發布海上台風警報開始 就已經持續撥打登山者的 以及留守人員的手機超過30通以上 並且在該山友的臉書留言、私信、學行、手機簡訊 也聯繫捷克山友的母親 也聯繫花蓮縣觀光處學請 花蓮旅宿業者學行當事人 請保七第九大隊學行 向星辰分級報案來定位山友的手機 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是沒辦法聯繫到該兩名山友